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比较积极性的 那后两节呢 是有一点警告的味道 是有点消极的味道 是要让我们忍耐 还有坚持信仰 那每一句呢 他都以基督作为焦点 那最后一句呢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他又附带的 加上这样的一句解释 作为一个结语 我们看呢 保罗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亦比与他同活 这个同死同活呢 应该不单只是我们洗礼上的一个宣告 我们与主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那更是呢 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实质 因为这个里面的动词啊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 就是成为真基督徒的那一刻 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 就是与主耶稣一同死在死的加上 这是一个过去式 是一个继承的事实啊 所以那我们今天不是活在罪中 而是有一个新的身份 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自由的 与主同死 也并会同活 罪人死过以后 其实就脱离了罪的统治 这个我们需要去承认 也把这个基督那个同死的生命的实质呢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可以想象一个强盗 如果按照他的罪行啊 应该坐牢三十年啊 甚至是五十年 所以当警察去追捕他的时候 找到他的藏身地点 但是呢 等要去抓他 却发现他已经死了 那可见他之后的一切的刑罚呢 也都不存在了 那不会说把他的尸体带到华国面前 继续判刑 或者把他关进监狱 只要他一死 他所有以前所欠的债和犯的罪 全都一笔勾销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罪人 但我们已经与主同死 那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说我都听你唱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那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 就必与他一同作亡 在逼迫的环境 忍耐真的很不容易啊 保罗在监狱啊 面临着殉道 但是他仍然忍耐到底 因为呢 他知道自己将来还会在哪里 斯蒂反殉道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天上的图画 他看到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是站在宝座前来迎接他 那耶稣也允许说 我在哪里 信我的人呢 跟从他的人也会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呢 耶稣是在天上的宝座 那是他欢迎我们的地方 他说他去世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我们的终点不是坟墓 甚至我们是要与主一同作亡 甚至可以在那里审判世人和天使 好那保罗特别提醒了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他这是用主耶稣所说的话 因为耶稣说 凡在人前承认我呢 我也要在我父的面前承认他 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 我必在我父的面前也不认他 神不以我们为耻 称我们为儿女 耶稣亲自来拯救我们 那我们也不可以 以成为他的门徒 以及为他做见证为耻 那否则等到 他见面的时候 他会说离开我吧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那样的话我们就爱哭且耻了 特别是最后一句 他说我们纵然是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这个背乎啊 他的意思就和前面的 说那个不认呢 是一个词啊 因为他不能不认自己 所以背乎这个词我认为 中文也是非常的好 虽然呢我们都会有软弱 都会有失信 你看彼得也是这样啊 他说我与主同死 我都不会不认 但结果他就三次不认主 人常常都会改变 有的时候我们说话自己都做不到 但是神却不变 他的话 那个 从来都不会适信 他也应许说 凡信他的人不致灭亡 就反得永生 神不会背乎他自己 即使我们 有过低谷 甚至我们迷失 走迷 他仍然会撇下九十九只 来去寻找 把我们最后那一只 给扛回来 神不能背乎自己啊 这是保罗对于这个 基督救恩的这个 极大的区据 是我们的保证 神的话 从开始一直到结束 只要任何一个字啊 一发出去 结果一定会成就 这是我们极大的 安慰和盼望 那神的怜悯 对我们的怜悯 和恩典 每天赐给我们的恩典 也不是因为他的心情啊 今天神醒来之后 看我们都心情很好 我们今天就凡事顺利 不会 他是因为坚守他圣约 跟我们所立的那个圣约 以及他不变的属性上 这是我们的保证 也可以这样讲 神能做万事 神是全能的 但有一件事 神是他不能的 是什么 神不能背乎他自己 所以不会因为他的心情 而改变对我们的应许 我因为这句话带来 给我也很大的安慰 当时在想亚当犯罪 是吧 当时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 也没有更多的人 只有这夫妻二人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神为什么不毁灭他 就直接让亚当 从地球上消失 然后重新再创造 或者让魔鬼全部消失 或者让地球 整个世界 他的创造 重新 想一句话 或者一声叹息 所有的宇宙都没有了 又回归到三位一体的存在 他可以重新再来 但为什么最后一定要付上 他爱子的代价 那个圣子的代价 所以那个时候 这句话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因为神不背乎自己 为什么当亚当犯罪之前 神就对亚当说了 你要生养众多变满底面 那个时候神已经对人的话 已经出现 那个时候神所看的这一切 他都说是甚好 所以即使亚当犯罪 神都不背乎他自己 神赐福给他 神赐福给第七日 神赐福给他 所有一切的创造 即使所有人 即使就像我们自己 对自己讲话 没有人听到 也没有人可以来去印证 但是我们既然讲过的 任何一句话 我们都要把它完成 我们都不会更改 这个是世界上 没有这样的人 自己对自己讲话 没有第二个人听到 我们可以随意改的 那个想法是随意变的 但是神 即使那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存在 三位一体 独一的上帝 他讲过的话 他不会更改 所以即使亚当犯罪了 神因为在伊甸园当中 对他所讲的话 神因为在伊甸园当中 看他为自己的儿子 神因为在伊甸园当中 对他的这种赐福 神不会放弃他 神 却为人来预备了 更美的救恩 耶稣基督 所以那 因耶稣基督所带来的 这一切的祝福 以及在启示录当中 我们正在所经历的 等待的那个最终的结局 我们更有信心 神一个字都不会更改 神一个字 他都不会落空 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盼望 这是我们信仰能够忍耐 能够面对这一切环境的 这个所在 不是看我们 也不是看我们的心情 如果按照我们的心情 我们早就背叛上帝 如果按照我们的软弱 其实我们 早就 随从这个世界 但神的爱 始终在里面牵引着我们 但神的话 神的应许 始终是我们的 那个保证和盼望 所以他一次次的把我们找回 因为神不背误他自己 即使我们实信 神永远不会实信 神永远不变 他永远是那一位 蛮有怜悯 蛮有恩典的上帝 所以当我们与主 同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被主族得着 他这个应许 永生 是我们 不是死之后 是信主那一刻 我们现在里面的生命 就已经是永远的生命 而且这个永生 即使到了天堂 我们也不用担心 会不会再像魔鬼一样 堕落 那个犯罪 离开这个天堂 不会 因为这个永生 永生不是 眼前 即使到了天堂 你说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 不会再有 那个堕落 在天堂当中 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 也不用担心自己 是否可以抓得住 神的手 自己爬到天堂 不是是上帝 把我们紧紧握在手中 所以这是我们的 对他的信靠 信靠这样一位 永不便 对我们蛮有恩典的上帝 所以当我们 这样忍耐的时候 也必相信 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 我们的主所应许的 他一定会来迎娶我们 我们只要预备好自己 他会把我们带到 那天上 给我们所预备美好的家 所以求主带领 我们每一天都是更新的 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 神对我们的应许都是丰满的 他那个恩典都是丰满的 他不会因为我们今天 看我们不顺眼 他就不开心 不会 因为他的应许不会变 我们来祷告 天父何能感恩你的慈爱 何能广大 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你的祝福 让我们每一天 定睛在你的话语上 定睛在你的应许上 我们的心情会有祈福 会有信心的大小 我们的爱也是很有限 但是主耶稣 我们当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 因为你说过的话 最终一定会成就 谢谢你 保守我们每一天 我们纵然施信 你永不会背护自己 谢谢你 祈求祷告 奉耶稣的圣语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